鲍尔森觉得美国不怕竞争 因为几个世纪以来 美国正是因为竞争才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的 竞争其实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精髓 各种的优秀的观念产品服务 还有那些提供商 都是通过竞争才胜出的 那么竞争本身也必须是公平的 这个规则得特别的清晰 而且大家都得认可的 裁判也要公正 而且始终如一 这个竞争他认为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不是说我胜了你就败了 其实完全是可以找到一种办法 让双方都能获利的 如果说目标互相冲突的话 那就需要沟通和有技巧的管控 这个就要取决于美国当时领导人所做的决策 特别是关于事关美国未来的长期竞争力的一些决策 鲍尔森本人对两种人是一点耐心都没有的 一个是那种来回就老说宿命论的那些人 他们认为呢美国已经开始走向了终极衰落了 而另一类的美国人呢就是 哎呀我们必胜 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美国也必须要改进了 因为他觉得美国也不可能躺在自己的这个原来的成绩上睡大觉 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啊也很大 哇我现在觉得真的他赶紧的吧 要不然的话啊真的 因为其实世界是需要一个大哥的 你现在啊你看全世界 你找不出一个还能像美国一样能够承担这个大哥的这个位置的 如果大哥不在了完了 小弟们就开始抢地盘了 这就乱了没一个主持公道的也不行 其实在鲍尔森认为啊 比如说现在的美国的这负债太高了呀 完了收入又不平等了 而且好像越来越扩大了 他觉得呢这些都需要美国来调整自己的国内的政策 那么你在考虑国内政策的同时呢 你就必须考虑国际局势的变化 其实啊应该美国啊 应该认真的去搞一搞 就是到底哪些是轻重缓急的 而不是啊没有任何这个战略利益啊 清晰的计划的这种情况下啊 就去实现自己的这完全自己 天哪吵死了 打断了啊 就是鲍尔森觉得呢 就是你有些很多地方啊 比如你觉得你这个目标想实现 可是呢在那个地方你确实没能力实现 那你就不应该白白的消耗美国的资源 而在这个中国啊 他也在竭力的想保持自己的繁荣 所以呢美国也应该这么做 那我们就要应该什么 在有些领域该合作就合作 而有些领域呢 我们该硬就得硬起来 这些年啊 对于许多美国来说 很多的转变啊 让大家感觉呢 比如尤其跟中美上啊 感觉自己被利用 也就是说啊 在中国还显得不那么重要 或者说呢 他没有那么的 呃 张扬的时候 美国人还是能够容忍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 呃 把这个外国的投资拒之门外了 或者你来了 也只能按照合资的方式投资 再一个呢 合资也得规定 你必须先拿你的技术 作为我的入场券 就是你要把你的这技术 搁在我这儿了 卖给我了 就你就算你没有专利权了 可是呢 在中国啊 当这些国企开始盈利了以后啊 他们一边享受着国家的补助 和监管的保护 一边呢 就开始跑到国际市场上 展开竞争了 这就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觉得 越来越不可接受了 因为 这个规则不公平 我这是公平的 你当到你那儿 你不给我公平的待遇 这不一样了呀 所以啊 在这个 美国啊 当初遇到了这个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啊 确实在经济上 有一些衰退 那中国这时候的成功啊 就显得特别的刺眼 这个 在两国啊 对对方的舆论上 也都开始恶化了 2013年的时候啊 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叫 皮优全球态度项目 他们有一个调查 就是 呃 叫什么 社会调查吧 美国人对中国的认可率 两年内下降了 14% 也说就是降到了37% 而中国对美国那负面 更是直接跳升到了53% 增加了7个百分点 而两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啊 也在不断的迎合这种负面的情绪 开始批评对方 这个在美国啊 你一看竞选 批评中国成了一个 他们最好的竞选工具 而中国呢 这时候很多的民族主义者 就开始 呃 督促啊 这个政府来挑战亚太地区的秩序 呃 从合作啊 让自己的政府的意思呢 更强硬起来一些 但是啊 保尔森觉得你这么做啊 其实对双方都没好处 都会反噬 在他认为啊 美国人其实是从美中 关系好起来以后啊 也是祸益匪浅的 改革虽然让中国受益了 其实对美国来说 从农民啊 就业啊 呃 企业啊 都有机遇 在美国人啊 不断抱怨这个知识产权偷窃啊 保尔森认为啊 这个确实是真的挺合理的 而且啊 坚决同意 要求赔偿或者是制裁 那么还有一些人啊 抱怨这个就业流失啊 还有美国债台高筑啊 都给搁在中国身上 保尔森就觉得呢 这原因啊 就复杂得多了 而且啊 他认为啊 美国人说这话的人啊 连基本的数学都不懂 甚至更不懂 基本的经济学 美国人近年来的 这个失业问题啊 确实十分严重 这也让保尔森呢 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时候 就非常的担心 但是他觉得啊 这个真的不是因为 都外包给中国的 他不在中国 他也会在别的地方 更多的原因 他觉得呢 一个是自动化 还一个呢 机器人 另就是这种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啊 就把好多工作给淘汰了嘛 另外啊 就是作为一个美国 作为一个国家啊 其实他不光是美国 都面临着一个头疼的趋势 就是从工厂 甚至到办公室 就这样的工作场所 哪个国家 现在都有一个面临着 因为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 包括中国 也会发生同样的失业的问题的 那将来更不得了了 你AI啊 什么这些东西一出来啊 所以都有一个问题 可是你说这回啊 你说他 打了不管用吗 我依然认为是管用吧 起码现在 这个美国的纠约率 看着是真吓人 连那些经济学家都看不懂了 所以现在啊 比如说美国的经济形势 很多用经济规律来说的 这些经济学家都看不懂了 就觉得你这么高的那个通货膨胀 还有那个什么 你怎么就业那么好啊 而且这工资蹭蹭蹭的往上涨了 其实我觉得 他大概啊 我觉得就是 咱说句实话吧 就是 美国的日用的啊 就很多的产品 他真的是没法跟别的国家去竞争 那质量真的太差了 就反正我 近年来好像有点变化 以前真的是操啊 那就是绝对实用就行 但是啊 就是他从模具各方面啊 过去真的不如 其实还一个制约他的 就是他的人工太贵了 太贵了 这个其实在欧洲那边 你要说没有变化吧 也有也有影响 你要说欧洲 你看日本啊 德国他的东西 他实用 就是又实用 他能还用的挺长 这美国的这个 我说句实话 他那质量真的不敢恭维 还有一个啊 就是鲍尔森觉得呢 就是当时啊 在2014年的时候啊 我们那时候持美债是 1.3兆美元 应该占当时的 美国国债的总额的10% 当时就有好多人 哇担忧啊 什么的 这不把我们都给弄了 其实他就觉得这些人 你们懂不懂经济啊 其实啊 他都觉得啊 就这些人嚷嚷的 都已经闹错了对象了 首先你应该担心的是 为什么自己的这个债 这规模怎么那么大的 而不是说 谁借给我们钱呢 你怎么能怨债主下了呢 你为什么要去借钱呢 再一个啊 其实美国最大的债主 是联准会自己 中国购买国债啊 应该对美国 你要懂经济的都知道 对美国是有利的 这样的话呢 你美国就可以降低 你的融资成本 人家拿出了四分之一的 外汇储备 买了你的美国国债 而人家也确实啊 人家就是实在 人家就觉得呢 你这儿最安全 流动性也最好 我肯定是要往这儿 我扒拉扒拉那篮子里边别的都 我都不敢打保票 那也就美国最安全 所以人家来了 来了以后呢 你不能说你说人家买了你的东西吧 那你应该把你的国债这个规模往下降才对呀 鲍尔森呢 是通过这个金融危机那一次啊 因为他是里边沟通啊 接触的都是中美双方最高层的金融管理的嘛 所以他真的是亲身经历啊 觉得呢 当时的中国真的是最负责任的投资者了 你别的国家 日本啊 什么沙特啊 全往外抽资啊 那就中国说了 直接就跟你说我不卖 对吧 我也不买了 我虽然不买了 但是我不会卖的 这就说明什么 中国那时候那拨人也懂 我这时候再一卖 我砸自己的盘子呢 尽管啊 他认为就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也是担心 有我的投资 以后我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我这亏了呀 可是啊 真的是在所有人都恐慌的时候 坚持的持有了手中的美国国债 在这个中美关系中啊 其实获得利益啊 都跟贸易相关的 而这也是好多美国人啊 批评最多的领域 尽管啊 在双边贸易中啊 确实中国一直是巨额的顺差 但是你也能看到啊 就是在同时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这个增速是超过进口的 中国啊 在美国的 是这个第二大贸易伙伴 排在加拿大墨西哥之后 也就说中国是买你东西 也是最多的 在加入WTO10年里啊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是增长了五倍呢 虽然那个额度跟咱们中国一比啊 确实让人看得太普平衡了 只达到1040亿 鲍尔森觉得啊 其实中国对美国的产品需求 一直是很强劲的 这也就是说 我们愿意买你的好东西 可是呢 那个 这金融危机了嘛 别的地方啊 你像那个美国出口 针对全世界的 整个下降了18% 但是对中国的出口 才跌了0.5 这个让鲍尔森就觉得 你们还好意思 骂人家中国嘛 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人家还近我们这个呢 你看看别的国家还买我们的嘛 总体而言啊 就是美国的出口啊 一直是这种高附加值的那些产品 比如机器啦 飞机啦 电子产品啦 完了化工啊 还有他的那个农作农产品什么的 其实啊 就是中国 买你这些东西啊 是支持了那些行业 尤其这些行业属于高利润 高输入的 那么这个行业的就业率就保证了 其实啊 在鲍尔森看来啊 他看到的数据是双方 在对方的国内的投资 在这段时间都是翻倍的 中国啊 也在这边啊 也在这翻倍啊 就是投资能源啊 农业啊 房地产啊 都投 应该说啊 那你要跟那个跑到澳大利亚 日本加拿大来比啊 那肯定要小啊 可是呢 你你能看得出来 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公司 是愿意到这来 到美国来投资的 应该说那个段时间啊 其实 美国人是愿意让中国来的 而中国人也愿意 可是啊 美国人有一个天生的那个警惕 就是所有啊 你只要他觉得你政府 跑这来干预或者是来拥有我的美国公司 我是警惕的 包括自己的美国政府啊 所以美国政府 你看他比如说插手 我来帮你经济危机的时候 我来帮你公司 他马上必须同时旁边说一句 我保证18个月内我撤出 也就是说我不会在这里边留着有持有股份 我现在只是帮你渡过难关 渡完难关我就走 所以当中国一些国企跑来运作一个 应该说还算是运行比较良好的美国公司的时候 那美国人就更警惕了 甭管你什么就业 我都不愿意 这个倒不是说政治上接受不了 而是美国人天生就不愿意政府这个形象过大了 这就是美国啊 与天生的那种要公民 要自由 要平等的那个东西 还有保护私人产权 就是我不许你伸手伸太长 来了我就剁你 当然在鲍尔森看来啊 那有一些都已经濒临破产了 那美国公司其实还是是好事啊 当时啊 他就认识一个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汽车零部件是造商 就这个屏幕上这个啊 叫万象集团 这家啊就跑到美国来投资了 而且啊还让美国人感到太高兴了 一下挽救了好几家公司 这是一个叫鲁冠球的 哎一个人 他们等于是跟着一帮朋友啊 组建的一个从在浙江省啊 他们是六九年就开始创办的 一开始是干嘛的呢 就是一个修自行车和这个那个拖拉机的 结果啊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呃后来呢就把一半啊 他差不多的那个厂子都给弄在美国来了 现在差不多年收入得有二百三十五亿美元 这我们都没听说 我老听那个服药那个玻璃了 这是比那服药早的多了 他呢在美国啊十四个州 有二十八家厂子 二零零六年的时候啊 当时不是包罗森作为那个财政部长 访中国吗 第一天宴请了好多那个中国的私营企业 那里边的大佬们啊 这卢冠球就在里边 万象啊 他的总故事设在伊里诺伊州 呃是他这个右边这个啊 呃这个女婿叫尼平 这个人来负责的 这尼平就住在包尔森家旁边 两人邻居 他最小的儿子啊 呃其实他几个孩子吧 都跟包尔森在一个母校 就是那个巴林顿中学读书的 大儿子都已经毕业了啊 呃一个在芝加哥 一个在西北大学 这尼平就跟他说 美国是我们新家 我们还要在这儿 开拓更多的领域和业务 九十年代早期啊 尼平是在他的岳父的要求下 直接就本来还在那读博士呢 学这个经济学的 你还没学经济学的还是管着我啊 这个咱们这儿要学了经济学 到了经济领域估计一毛不动 那课文早都那课程早都过时了 就直接退学了 这包尔森不就他们后来跟清华大学 他们搞的那个经济管理 那个学院的时候就说 咱们那个学的啊 那些我们现在的那些管理人员 到这儿了根本就完全学的东西用不上 你看人家教你都是怎么教啊 国外教你啊 尤其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上 它全是这个公司里的 一个一个一个的案例 完了再把这个规则 法律还有这个人家的程序啊 都给你讲 持用你知道吗 我们这讲半天理论 人家是从实力 我给你再从理论上怎么来分析 这你才管用啊 反正啊 那个时候啊 弥平是已经是助教了 所以呢 他攒了一点这个 估计也不多 助教能有多少钱吗 反正就开启了他岳父的在美国的业务 因为当时啊 因为这公司嘛 这中国政府还没批呢 就是你的这钱出不了中国的 结果他就只是啊 用自己攒的那点钱 开始收购 我觉得啊 这里边撒谎了 就他那点 助教的薪水 能去收购 人家那个零部件供应商 不可能 对不对 哎 百分之百走了 我告诉你啊 一个企业 他起来的时候 一开始一定有这个黑金 要不然啊 他没法那么快速的起来 反正就是他收购了好多汽车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 完了还对什么清洁能源技术啊 进行了一些投资 这什么时候啊 九十年代 你想啊 他那助教能有多少钱啊 所以啊 这里边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百分之百通过地下钱庄 这钱出去过了 直到2013年啊 这个公司呢 还收购了当时破产的一个电池制造商A123 这一A123啊 这一收购可就让那个好多亿元就不干了 因为什么呀 锂电池 这个公司是有锂电池 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国锂电池和这个称霸了全世界啊 就就从这收购开始的 其实当时啊 这个好多议员反对啊 他都没发现可能会垄断全世界啊 他只是觉得呢 哎呦 这Wire会不会给用的军事上 再加上啊 因为当时这个锂电池在美国也是能够拿到美国的政府补贴的 你这一收购 你就不成了我中国政美国政府的受益人了吗 你又从这儿看出来啊 他们老说我们打击这个补贴啊 哪个政府其实都变相的有补贴 只不过啊 我们这补贴可不像人家国外补贴 我们是什么 从银行到各方面啊 全都给你资金支持 在国外啊 顶多是我在政策上税收上 你给我点优惠 这我要去贷款 或者要我又想拿到钱资金去跟人家竞争去 那得靠本事了 那就不是靠政府了 我们这是全面支持啊 那你别的那个海外的那些国际上的人 人家那国家就确实跟咱没法竞争 这种啊 其实我老觉得啊 呃 外国人在这个补贴上 他没打中七寸 砸的其实应该是那些银行 为什么呀 他给补贴 其实是 比如说这些银 那个海这些公司啊 他上海外去竞争什么 他去推这个 推这个厂子上 他这是钱堆出来的 那钱怎么砸出来的呢 那肯定是银行嘛 对不对 你你这个在国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就跟那个这两天啊 我听那个叫什么那个 呃 秦辉讲那个 巴尼 他就老说什么看 他就看着着急 就是 包括全世界啊 好多人都在那说这个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那个矛盾啊 什么的 他说全都没说在点上 这个领土和这个财产 私人财产 他一直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在多少年 巴勒斯坦人是没有领土 也没有财产这么一概念 他们没有 那你怎么说你这是你的领土 那什么 包括六七年以前 是没有巴勒斯坦人这么一说的 你想啊 六七年 六七年前 不是 那个一九六七年前 所有阿拉伯国家是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 都觉得我对这块地儿是有发言权的 后来实在打不过了 才说那你们自己来吧 这才给他们起名叫巴勒斯坦 而这帮人是没有土地证 也没有私产证 什么什么都没有 说到哪了 反正就是秦辉的意思啊 都没说在点上 接着说回这个啊 到了什么时候啊 2014年 后来啊 那个万象收购那一二三成功了啊 那锂电池那个 到了2014年啊 他又被广泛关注了 因为什么 他要去收购 濒临破产的 这个菲斯克 汽车 这个菲斯克啊 是当时美国制造出第一辆豪华的混合动力电动车的公司 当时正好啊 是鲍尔森去 底特律 哎 在飞机上 碰上了这个倪平了 就是那个人的女婿 当时啊 他正好要去那个 那里啊 跟那个什么密西根州的那个州长啊 那几个人啊 主持一个那个论坛 主题呢 就是关于中国呀 跟这个外国投资啊 怎么能给密西根州带来好处的 而正好凑巧啊 尼平和他岳父啊 第二天正式要到这儿来 也是就是跟这个州长见面 就是讨论呢 他们想在密西根州啊 扩大他的那个生产规模 因为他们要想在这儿啊 在这个电池业务上 他们要加投2亿美元的投资 这跨境投资啊 对美国的各个州长 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吸引力 因为马上就能解决就业啊 还有他当地的经济增长啊 所以啊 这个万象集团的这帮人啊 就直接就说了 说我们啊 这个20这两年吧 我们收购的那些那个破产的 那个汽车零部件那些公司 我们等于帮美国 保住了3500份工作 因为马上啊 你这些工厂子就能 这些工人就不会失业了 另外呢 就是那个A123 这就这个汽车公司不是破产了吗 万象直接把这厂子的800多个那个员工 也给继续保留住了 而且啊还准备在这儿呢 再雇更多的人 当时这个这家公司啊 计划是在2015年晚些时候啊 他要把那个就是收购的那个菲斯克啊 也要重启起来 直接把那生产基地啊 当时这个菲斯克的主要的生产基地都搬到芬兰去了 你知道吗 我给你签回美国来 哎 这我也觉得这个公司可以琢磨琢磨 他怎么就能在美国待得下去 发展下去 总体来说吧 反正就是这家公司这个集团啊 应该说 在美国 差不多到了2020年吧 雇了有一万多个美国的员工 鲍尔森基金会啊 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啊 资助过一次叫大湖区的一个 州长的一个投资论坛 在这个会上 威斯康辛州的那个州长 沃克就跟鲍尔森就说 说啊我们这个州啊都是一些中小企业 哎 我们的差不多啊都大多数吧都是做家具的 你看看啊我们现在好多做家具的都被那个中国的那些竞争啊给搞垮了的快 你看看啊能不能给这些企业啊提供一些战略性的帮助 哎让他们呢能够在中国的市场啊 占一块地方 这里啊我就鲍尔森没有往下说怎么帮人出主意啊 但是啊我确实有我亲身经历来说啊我来说说我作为中国的客户 美国的家具 这个质量是真不错项目的哇又重啊又大个儿但是就是这种又重又大个儿在中国绝对水土无浮 你必须这房子空间要大 要高 这颜色啊美国的那家具啊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用那种特别重的那种声喀色 大概呢也是想不知道为什么吧反正就爱用那种颜色 可是他们的木头真的好 我买过一个那个桌子啊那椅子 后来呢他用了好多年了嘛他有点松动了嘛 我就想啊拿一个什么钉子给他固定住啊 转不进去 这钉子你就想他那木头有多硬 真的是质量好 呃你祖传多少代都能用下去 但是他真的就是你必须就是你的房间啊 你的那个两头都得都得宽 而我们中国的房子啊全都是什么就是恨不得祖孙三代要住一块的那种设计 所以他每一个房间啊都特别的小 你要是他那双人床啊要按照咱们的那个搁进去一个床你连床的棍都没地搁了 就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你为你看为什么宜家在中国和俄罗斯能横扫 俄罗斯跟我们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我们搞那个那个来的那个俄罗斯的模特儿 那天高兴的时候他终于买房子了 可是呢他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啊 就是一个桶子楼你知道吗 就是你连自己的卫生间单独的卫生间都没有 大家都用一个就比如说得他得跟十几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那又洗澡啊又那什么的你想得得多那什么 二十八平米 好在啊我看了一下他那照片这二十八平米啊 二十八平米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就是我们平时去那个酒店 就普通的啊那种酒店 十七 是吧那个房间 乘个二就是俩单间就那样的 哎呀所以啊你就想啊 他们就是光在战略上想了 他没从这设计理念上看 你看宜家大概宜家也有一个问题 欧洲啊他因为那个自然资源 他可不像美国的那那大象树随便砍 他没树了 他为了保护这个啊 所以他现在就严厉禁止你原木生产 所以他所有东西都是那个 拿那个破的各种的那个碎的那个木屑子啊 给组合的压出来的板子做的 完了呢要不然呢就是比较轻的 那个压的比较松的啊 这种的家具什么呀一槽烂 你搁在这啊你安上了 你搬家你想给搬走 完了这个家具就直接就散了架了 那就跟那美国家具啊 咱说句公道话 人家呢真能组成 组成三代都没问题 所以你看那好多啊 那些美国的家庭都说 哎呀这个是我爷爷奶奶的 这是谁谁谁的 我前两天看到就是我那个老师家里边啊 他那家里边因为他是俄罗斯四分之一的学的 他们家有个大的那个橱柜 高高的就是俄罗斯式的 那做工你看看多少年了 一百多年都不值了 好好的 这就跟美国那一样 可是啊那个是什么 就是你是贵族家里边才能有的 你普通家里边那房子小死了 这上哪买这个 所以一家在俄罗斯也横汤 好吧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